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个内容是用户的认证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种做法 第一个呢,是在这个set authorizing这样一个方法里面去做处理 第二个呢,就是在连接的时候 我们去判断一下这个 如果成功,那么就OK的 如果不成功,那我们就在这里 让这个sort key断开 好,这是一种做法 这是两种认证的一种做法 好,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主要是关于socket.io connected的 既然是事件 那我们这个socket.io 又应该怎么来以事件的方式交互呢 这里呢,我绘制了一个图 我们看一下客户端连接的时候 是怎么的一种做法 其实这个图里面呢 应该还有一个起点 就是在这个connect这个地方 当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会触发一个connect事件 就是连接成功 然后连接成功之后 那么它中途是不会再触发 其他一些系统的 这都是系统的一个事件 当我们这个断开事件触发之后 它会触发什么呢? 它会触发重新连接的 尝试重连 尝试重连之后 它就会触发重连 重连的时候 它就会再去判断一下是否重连成功 如果重连成功之后 那么就直接触发一个reconnector 重新连接这样一个事件 触发之后 那么再触发一个connector 那么这一段也就算是这样一个跑完了 这就是一个连接失败的时候的一个循环 那如果重连没有成功 就要判断是否达到重连的这样一个次数限制 如果达到了 那么就先触发一个重连失败 然后呢再触发一个addle这样一个事件 如果没有达到 那么直接触发addle 在触发addle之后 那么还会在同样的一个判断 还会判断一次是否达到重连的一个次数 如果达到了之后 那么就直接end 如果没有达到 那么就重新触发这个reconnect事件 这个事件呢 其实从这个图里面 大家看的可能不是很明白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代码里面 把这些事件全部写出来 让我们看控制材的一个输出 来进行具体的一个了解 好 我们这儿其实说到了有几个事件呢 主要是我们的connector 这里我简单一点 我就直接 好 connector 这个呢 这个呢是第一个 重连 重连之后 有一个是 第四 connector 断开连接 断开连接 会有一个arrow 就是说 为什么会断开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重新 连接 当然我们还有重连什么呢 尝试重连 重新连接 重新连接这个地方有个参数叫什么呢 countor 就是当前的一个重连的一个次数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重连的countor 那除了重新连接还有什么呢 重连终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重连失败 reconnector arrow 重连失败同样的 有这样一个arrow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把这个arrow也要带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重连的一个failed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失败 刚刚那个是出错 当然这个failed其实它直接失败了 没有原因 把这个add的话我们放在之前来写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连接里面的一个一些事件 这里需要弹出 我们改一种方式 好 我们把事件打开看一下 首先呢 是触发我们的connector 然后这个是后端 给我们的一些数据 之后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断开连接了 看一下 我们对到这来看 断开连接之后 它会触发一个重连 然后reconnecting 然后reconnecting 然后呢 又重新来重连 看一下 这三个是一组 这三个又是一组 然后直到 它会一直这样一循环下去 当然这个重连次数 我们从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重连的一个次数限制 那么这个次数到底在哪呢 其实呢 是我们可以在客户端连接的时候进行一个配置的 所以我们这儿就设计到这些配置 我们先来控制一下 重连次数 好 比如说三次 当然 我们这个时候先让它启 先让它启动一个 我们再来刷新 OK 再让它断开 一次 两次 好 这是第三次 看一下 第三次之后 那就不会再执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极限就是三次 那重连到三次之后 那么它就会触发一个failed 然后呢 再把我们这个l信息给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就算是 真的是失败了 它就不会再走了 那么除了重连的一个次数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参数呢 重连次数 我们还有一个叫 是否重连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什么呢 重连的一个延迟 就是多少秒 开始重连 然后 当然重连既然有延迟 那我们肯定还有这样一个 延迟的这个最大值 是多久 当然还有超时的 超时实践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呢 重连 自动重连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设为force 那我们看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我们先启动一下 然后 连接成功 没有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来确认一下 怎么来 确认此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最好是这里打一个断点 然后我们来确认一下 它到底是连接成功没有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查看它是否连接成功 好 看一下实际上它是断开连接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连接其实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只能从这个我们的后端来找一下这样一个原因 为什么没有成功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端的服务是正常的 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的话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任务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load相关的一些应用在执行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好 访问不到的 我们再来启动 我们这个时候直接用loadindex这种方式来启动一下 我们刚刚想一下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配置 注意了这个地方是autoconnector 而不是重连是自动连接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里把这个自动连接给关了 所以导致它一进来它没有自动连接 只是把这collector创建好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再来试试 没问题了 这个这个是一个比较 我刚刚写错了 没有注意 把这个离结成了这个reconnector 其实reconnecting是在这里 是否重连是这里在控制 好 如果把这个设为force 当它连接成功之后 如果我们的服务端断掉了 那么它就不会再重新连接的 它就指 它就说直接断开了 那么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是它们的一个差异 好 这个呢是关于socket.iocollect的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扭转过程 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进行第三个指示点 这个里面呢主要是我们这个跨浏览器的一个websocke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websocket 本身的这样一个一个api来做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其实呢就是说 通过我们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后端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件给你掉了 它就只有两种类型 这个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过websocket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肯定知道socket它只有一个叫什么呢 message的这样一个事件 拿到message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象拿出来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这个data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在客户端的话其实我们要 什么这个启动 在客户端的话我们也没有这么多事件可以用 很明显我们就只有一个 send 嗨 我们看一下这种做法下 我们的后端 有响音吗 connect 当然连接也是成功了的 那我们的后端呢 看一下 也就是嗨也收到了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是 兼容性比较强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 很方便的来连接这样一个服务器 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它这个事件和这个东西呢是比较通用的就和我们的web socket的一个方法是类似的 因为web socket它里面就只有一个send还有一个叫message这样一些处理做法所以呢是这种情形 好这个呢是为了 这个呢是为了跨浏览器的这样一个web socket它用send和message这样一种做法来实现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socket事件的一个通信 那么socket里面的它的它的这样一个数据流 数据是怎么流转的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它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emit 一个是on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要发消息我们就直接emit服务端的一个send 然后我要把消息发送给服务端 那服务端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消息呢 服务端的话其实要处理我们就只需要来监控这样一个事件 然后把这个data拿到就可以了 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连接 服务端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它已经输出了 oncollect 当然那如果服务端要往客户端发东西应该怎么做呢 就应该是socket.emit collect wellcome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发一个数据过去 传识 wellcome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客户端应该怎么来收这个数据呢 就应该是connect on connect.emit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写全一点 wellcome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data 我们还是用console.log这种方式吧 刷一下 刷一下 看一下这个两个事件不匹配应该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发的是 好 events 这样子的收得到 好 wellcome 看一下 现在就已经把这个wellcome发送到我们的客户端来了 实际上我们更明显的一个测试方式就是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个sever端 我们在那里一直来调一直发数据 一直发数据 发什么东西呢 好 好 这牛蒙 改一下 当前 服务器时间 好 通过这样一个做法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即时通讯呢 看我们的这个请求 我们请求没有重新发任何的一个请求 但是实际上我们就能够收到我们服务端 给我们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即时通讯的一个基础了 好 这个呢就是 socate.io 它呢是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 事件来做这个通信的 socate.io 事件通信 其实通过的方式就是一个amity 一个on 来监控我们的这个事件 来做到一个具体的一个通信 所以呢我们 很多时候就需要定义一下这些事件 然后来触发 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了 好 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是这几个 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呢是用户认证 通过这个heart shake 这样一个数 这样一个东西来来做 在io的一个启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set这个authorization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监控我们的这个 获取的用户的这样一个header 这个请求的一个header 然后通过这个header里面的一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判断 就能够做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说了 如果我们要跨浏览器websocket 那我们应该用的是哪个呢 一个是send这样一个方法 一个是message这样一个事件 通过这两个的话可以直接拿到数据 还有第三个呢是socket.io的 而第四个呢是socket.io的一个事件通信 它的通信机制是通过 互相调用对方的一个事件来做到的 那么这就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